台北市万华就称蒙甲 其中贵阳街更是有台北第一街的称号 在这里有家百年老店 传承古法做的红椒肉 外观很朴素 但吃得到浓郁的香气跟肉汁 排骨汤更是炖到入口就化开 古早味让很多人从小到小 小吃到大 第三代老板孙灵芯 过去是做进口服饰 却受到景气影响惨赔负债 他用家传的手艺 重振人生的下半场 老店传到第四代 不变得是飘香一世纪的老味道 万华就称蒙甲 在康熙年间开始有人到此地开墾 我现在站的这一条街是贵阳街 过去叫做寒吉奇街 是台北市最老的街道 也因此有台北第一街的称号 那在这里因为历史悠久 加上美食文化兴盛 所以这一代可以吃到很多 最传统的古早味老店 阿公是第一代 阿婆是第三代 现在就是让第四代花扬光大 从阿公第一代到现在 也做到将近百年了 什么样的猪咪能在芒嘎一脉百年 没点真功夫那可不行 厉害的古早味端出来 这盘红糟肉很不一样 外观看上去没有鲜艳的红 颜色好像特别朴素 从去遇到那个热一定是黑色的 没有那个红色的啦 锅糟米一定是黑色的 本来的颜色就是天然色 遵循阿公传下的古法 第三代接班人阿兴叔 在锅前一站 简直就是阿公在世 祖孙俩不只长得像 手艺更是港宽厉害 家传秘诀就是每天一早 从市场挑回来的温体黑猪肉 这个是梅花肉 就是松阪肉的一种 太薄也不太 太厚也不及 这样刚刚好 一公分多吧 猪肉透着新鲜的淡粉色 更加了糖 胡椒 酱油 调味的红麴一起搅拌入味 关键就在这边 一定要自己做 这个红麴很香啊 你什么东西都不加 它加红麴就很棒啊 因为这个温体猪 它本身就很鲜甜啊 反正你新鲜的东西都是很甜啊 先差不多140 150 然后后面再加温 就是把那个油炸出来 才不会搅油啊 自家调配的红糟沿自肉排 再放到油锅去炸 要炸上十分钟让表皮酥脆 虽然过程高纲 但传统的口感跟香味特别迷人 线平的很多啊 明明如果去买一箱回来 自己炸也有啊 可是没有毒藻味啊 他们继续做的 跟我们手工做的摸的 一定不一样 红糟肉超好吃的 他们那边颜色就不太一样 就表示说 他们有先压制过这样子 所以你再出来 就算放到冷掉 你再吃也不会有那种干干的味道 就嫩 然后有点 又带一点嚼劲这样 每次来逼点 对 手艺让人一吃上瘾 但阿兴叔年轻时不想做餐饮 选择自己到外头闯荡 做服事业赚进了大把钞票 以为能就此过上好日子 没想到情况却突然急转直下 那我们以前是做那个委托行的 进口服事 那那个进口服事没办法做了 就是四季拜嘛 赔了负债就八百万嘛 背着沉重的债务 个性豪爽的阿兴叔没有丧志 只想着怎么把钱转回来 那要想办法还人家钱啊 都是人情债啊 想办法说哪里有钱哪里算 吃的是最基本的 不会亏啊 亏不到哪里啊 人生最低潮的时刻 阿兴叔的救命绳索是阿公的手艺 靠着借来的钱开了店面 跟太太一起矛起来拼 如果要补货的话 就是五点补货 然后做到中午那个时候 有休息 休息两个小时 然后四点再开始 做到晚上八点 整天就在那边 在店里这样子轮了 就是这股不服输的气势 加上道地的好滋味 小店慢慢做出口碑 儿子也跟着在身边倒卡丘 每天帮着爸爸炖出浓郁的大骨汤 我们控汤都是用大骨 我们也没有加调味 我们只有大骨 然后高丽菜头 然后洋葱 一锅要下足足三斤的排骨 慢火炖上将近两小时 才能熬出食材本身的鲜甜 一天一锅卖完就没了 都是当日限量现做 因为隔夜也比较不好 没法再用 再用心的这样子 味道也比较新鲜 比较新鲜啊 孙一德传承了老爸 对料理的那股坚持 尤其这其中的排骨肉 更是遵照家传做法 熬得够久够烂 就像中了化骨棉掌 轻轻一夹就化开了 是很多掏客最爱的美味 不油也不腻 我觉得这个 我每次来我就会喝啦 就是我觉得这个汤 我必点 我一定都是必点这个汤啦 入口即化 对 很软 很软 很软嫩 汤把面加到大骨汤 摆点豆芽 香菜跟青葱 就是让人怀念的家常滋味 而这碗猪油拌饭 在刚蒸好的白米上 淋满用油葱炸香的黑猪肉 跟酱油糕搅拌均匀 每一粒米饭都吸饱了香气 粒粒分明 有而不腻 吃了一碗都还让人意犹未尽 以前我阿嬷就是 都用猪油拌饭给我们吃 然后刚好她自己很有那种 古早味的感觉 就很像我阿嬷做的那种味道 真的喔 对 猪油香很够这样子 他们的面很香 然后很Q 有那个肉的那个香味啦 客人的嘴吃得停不下来 随意得也跟在父母身边 忙得团团转 现在老实认分的他 年轻时可让两老操碎了心 以前就年少轻狂 就有个想法说 我一条命大不了跟你配了 爸爸会觉得说 你怎么当一个男生那么不争气 然后没有好好的振作起来 年少轻狂的叛逆 让孙义德碰过毒品 也经历过打打杀杀的日子 17岁就意外被砍伤手臂 闲些失血过多就不回来 捡回一条命的他再也不敢荒唐 但当时手上的伤却留下了永久的后遗症 你看我夹直夹久我手会颤抖 然后我只靠这三只 其实靠这三只在做事而已 这两只其实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我曾经也是在断面的时候 也会被看了骂 手刚受伤的时候 对 他会说你手在断什么 刚撒一地 手伤让孙义德失去正常工作的能力 连日常生活都要依靠别人的照顾 他变得更暴躁 甚至对父母发起脾气 应该等男生就说 自己懂那么无人吧 我曾经吃饭吃到外面 我整饭都少了 我都说我不吃了 我没办法吃 然后是妈妈后来都用好 还为我吃的 做父母亲的一定要照着他 一定要照顾他 没有做是用爸爸来做 父母坚定的守护 犯毁了孙义德的信心 他认真做附件从不偷懒 也认真的学起了料理 大呼 加一下哈姐 从基本功稳扎稳打 在父母身边一做就是十年 把阿祖传下来的古早味 学得透彻 他还想做点跟老爸不一样的 外面几乎应该很少看到 卖贩卖面 卖烧烤 不做传统的黑白切 而是用烧烤来搭配面饭 为了让风味更协调 在上烤炉前 还得先用家传滷汁 把味道逼进去 我们爸妈就说 以前阿祖 有教他怎么卤 卤控肉 然后就把那个卤控肉的配方 交给我 让我试试看 用八角 甘草 陈皮等十四样配料 调出的卤包 是家传百年的独门秘方 琥珀色的卤汁 咸中带甜 香味格外浓郁 然后卤过的话 那个肉啊 吃起来再烤 那个肉吃起来才不会那么柴 吸饱卤汁的肉 表皮烤得金黄微焦 捲着三星葱大口咬下 够味又多汁 烤鸡腿的皮 散着油亮光泽 咸甜的酱料 跟鸡肉的鲜味均匀融合 感觉他们有卤的话 会比较有入味的感觉 咬起来比较嫩一点 因为它很软 然后它不会柴柴的 就是它就是真的太好吃了 这间超棒 走过低潮起伏 随意地渐渐独当一面 现在也为人父的她 收起当年浪子的脾气 陪在妈妈身边 脸上常挂着单纯的笑容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现在的生活 因为我觉得简单 快乐 大家平安这样就好了 因为其实这样走来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 越单纯越好了 现在是最棒的 不要吵吵闹闹 然后大家平安啊这样 你如果再让我们再轻松 我们就可以趕快退休了 校成想要快点退休 但阿兴叔还是天天到店里报到 帮着儿子夸逃夸背 一家人传承四代的情感 守住了百年古早味 更守住了家的人满 台北市万华有一家广西风味的餐厅 老板是嫁来台湾的柳州姑娘 唯秦文 她因为吃不惯台湾食物 在店里卖起道地的家乡美食 像是招牌螺丝粉 汤头要先用石螺熬煮好几个钟头 取出它的鲜味 再加入滑溜有弹性的广西米粉 配上了酸味十足的酸豆 酸笋跟酸菜 吃起来酸酸辣辣非常过瘾 丰富的配料就像是小火锅一般 让许多客人一吃就爱上 道地的家乡味 也让同乡姐妹一解相愁 开这个店的原因也是 我特别喜欢吃螺丝粉 很多人曾经说问我 这是卖五斤吗 我开了店之后 就认识了很多同乡 然后每天可以讲那个家乡话 感觉就很亲切 旺华就称monga 是台北最早发展的区域 也是平价美食的汇集之地 其中这间餐厅酸辣滋味相当的迷人 走过路过就像着了魔 不小心就会被吸进去 大姐 你今天吃什么 螺丝粉 你今天吃什么呢 螺丝粉 你今天吃什么 螺丝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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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丝粉可以吃吗 螺丝粉 螺丝粉 究竟螺丝粉是什么样的美食 光是这特别的名字 就吸引了不少人来尝鲜 網路上查的 就觉得名字蛮特别的 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自己几次来 第一次 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 很喜欢 它那个米粉跟台湾的米粉 不太一样 比较有Q劲 它现在一碗就非常的丰盛 虽然我们是在外工作 那一碗会让我们很饱 然后整个下午都会很有体力 就是不怕你吃 丰富的配料都快要满出来了 螺丝粉是广西的风味小吃 Q弹的柳州米粉 搭配猪肉片 牛肉片和大肠 加上酸菜 酸豆角 酸笋 木耳 豆皮 花生等丰富配料 就像一碗小火锅 吃起来大大的满足 店里还有另一个人气招牌 桂林米粉 西附酸辣汤汁的米粉 味道多层次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卤大肠它卤得非常入味 就像我们一般的卤大肠一样 它的牛肉吃起来非常的软Q 整个汤虽然看起来有点清澈 但是是味道非常浓郁的 对 所以我们都非常喜欢 就是Q糖 而且它那个汤头很鲜 我们从大陆过来 就很想念家乡的味道 那吃到类似像这种家乡的口感 很感动 舌尖上的味道 带着让人难忘的香愁 微辣酸香的滋味 原来是出自这位柳株姑娘为秦文 好 葱香菜可以吗 都好 可以喔 两位来拿牌子 四号牌子给我 我来台湾 很多地方都不习惯 饮食是最大的障碍 对 因为我觉得刚来这边 我觉得吃什么都不适合我的口味 头一年的话 我真的差不多 每次停留不到两个月 原因是我吃不惯东西 我受不了 微秦文回想到 二十年前刚嫁到台湾 陌生的环境和饮食文化 让它相当的不适应 也特别的怀念家乡的美食 只要一进去广西 我觉得你走三步五步 大概都会有一滩 三步五步会有一滩 对 就类似像台湾的那种 什么洋春面 卤肉饭 到处看得到的 每次回去 我是为了螺蛇粉 真的 这个是真的 一回去下飞机行李一丢 就先跑去吃 吃完 然后好 我要回来的时候 要回台湾的时候 我必须要先去吃 吃完然后才上飞机 既然吃不惯台湾的食物 那就把家乡的味道做出来吧 他在住家附近开了店面 卖起道地的柳州风味美食 为了把关食材的品质 他也勤跑菜市场 就像走自家造咖 笋子等一下就装三包 这个待会装两包 然后酸菜三包 最主要是它的酸豆 用它的酸豆提那个味道 你看像这样就是 它比较细细的 细细的 就这刚开完花的 然后脆脆的这样 有的就是粗粗 粗粗一根那种就是软软的 就不够脆 对 这个酸菜要怎么挑 你看它 它也是细的 它也是细的 细的 细的 然后你闻 它不会像那个 乖乖掉的那种臭风 我们说臭风 酸酸的味道就可以 它很香 就带一点 这样闻就想吃了 很香 酸豆 酸笋 酸菜 是螺蛇粉不能缺少的三酸 只是要找到合适的食材 维勤文就花了至少半年的时间 也因为它的品质好 然后品质稳定 所以一直跟它买 其实我也有拿回去自己淹过 淹加像我们那边的味道 但是卖一阵子不行 对啊 一进去就觉得好臭 好臭 光是有酸味还不够 要让螺蛇粉的汤头鲜甜 没有腥味 还有一个重要的食材 这个石螺在螺蛇粉里面是 很重要的角色 没有它不行的 然后 那开始就 从市场买回来 必须要先那个 先养个两至三天 然后让它覆沙 覆沙然后再来洗 洗完才能使用 一般活的你一碰它 它就缩进去了 就是它的嘴巴 没办法全部咪下去的就是 它还开开的就是死的 一颗颗不起眼的石螺 正是这道料理的灵魂 熬汤之前 要先经过废工的清洗 它旁边会稍微黏 有的会黏一些青苔 然后把这个搓掉 每次这样洗的时候 它有没有 要不然嘴巴這邊 要不然就是屁股這邊 然后像它嘴巴這邊 有一些破了 就像很容易割到 会把手全部常常... 常常洗完 然后这些手全部滑了 很严重的 最好割得深一点 就会流血 把石螺连壳带肉跟猪大骨 洋葱 以及十多种中药材 放进汤锅熬煮 最少都要熬上八小时 这个汤头的部分 就是必须要每天把它的甜味 一两价值都要熬出来 酸菜买回来之后 要花时间翻炒 直到水分炒干 味道才会酸香爽脆 这个手要够力 这个酸菜不炒的话 它很奇怪 它会有一股味道 它吃得出来 吃得出来 一定吃得出来 真的有差 你稍微炒得不够干 就吃得出来 我有自己炒来吃过 自己炒 自己炒来配菜 我就有试过 如果稍微炒得不够干 它就根本不好吃 刚炒要炒多少 二十分 小火翻炒着酸菜 仿佛炒出这一路的辛酸 韦晴文说 这样粗重的火 都有几个女生做得来 别人以为来这边应该我 应该很好 我说我比你们苦多了 我说我比你们苦好几倍 你也在被子里面 好苦啊 其实有过 真的有过 真的喔 有过一阵子 我说真的想 我真的不要做了 我真的撑不下去 我真的不要做了 真的 当初的想法很单纯 只是想随时可以尝到家乡味 但开店以后 才发现一切并不容易 那时候只有看得懂的人才进来 才进来我们的店 一天只有三个 五个 七个 十个 这样慢慢卖的 心里面很难过 很凉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那个 会想说继续下去会要熬多久 然后如果要停止 我觉得也舍不得 虽然一开始前半年 几乎都没有生意 但维勤文不愿意放弃 除了推广家乡料理 他还特地到四川学习 如何制作酸辣粉 这一锅是用来做酸辣粉的酱料 那现在这一部分 我就先把这些葱跟姜 给它下去炼 你知道 给它提香 把它的香味弄出来了一下 再熬那个辣椒酱 好不好吃 我觉得就是最主要 看你这锅熬得好不好 这个是豆瓣酱 豆瓣酱 然后说做吃的呢 都要先试试就会变胖 可是老板娘怎么还这么瘦 错了 为什么这么瘦 错了 一天光这样操风 这样流汗就流多少了 我一个月 我一个月可以 一个多月可以 整整瘦5公斤 瘦5公斤耶 所以老板娘 我来打工… 我来打工好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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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乱的 好 老板娘 你说这个要 要绞多久啊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对 这样手会很酸吧 都没有拍太瘦了 在狭小高温的厨房里 真的是备受煎熬 这种辛苦 若不是亲身经历 实在很难体会 特制的酸辣粉 麻辣鲜香 有而不腻 相当的开胃 除此之外 店里的招牌甜点龟苓高 唯晴文也是每天亲自熬煮 因为坚持品质 受到客人的肯定 他也在这找到归属感 开这间店啊 就很多时候也都是同乡会 都在我这边办 然后就之前我们都是每年 每年办一次 基本上就是过年 年初二 大家同乡都来我这边吃饭 然后就当这边是一个娘家一样 对 我觉得还是值得 虽然辛苦还是值得 还满有承受感的